哈喽,大家欢迎收看蓝猫说影集系列 今天我们来接着看月娱风云第二季的第二十集咯 上一集说到 狱警boss的痴情男子汉组队追捕踢包 而男主使用机密露营威胁总统 换取特色 总统却辞去了总统的职位 故事开始 踢包让路人帮自己取回钱袋 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间看见了狱警boss的痴情男子汉 又来个你追我我逃亡的 踢包手残脚不残 成功现行一步坐汽车车逃离追捕 狱警boss表示不满 突然 机智的痴情男子汉一把抢走狱警boss的枪 要狱警boss放过自己 否则就开枪射他 狱警boss却说 他把爱人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如果自己死了 爱人也必死无疑哦 哎 痴情男子汉没有办法 也只要乖乖听话 另一方面 男主和男主哥拿着前往巴拿马的船票 来到货轮等待女医生 准备一起远走高飞 女医生则在半路准备和男主会合 但女医生不是男主哥 他很快的就发现在后头跟踪自己的警察 这时啊 男主拨电话说 为何迟迟不来 女医生知道自己是跑不了 就骗说男主自己已经在船上了 女医生不想连累男主等人 直接下车让警察逮捕 气得警探人狂造症又发作了 当然啊 男主也不是男主哥 他很快就知道女医生出事了 无奈 事到如今 男主再神通广大 也没有办法救女医生了 兄弟俩也知道先出发 前往巴拿马去咯 很快的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警探人看着所有的资料档案 依然执着不放弃追捕男主兄弟 警探人没日没夜的 终日研究男主身上的纹身 想要查出男主的下一步会干什么 好不容易查出了线索 男主身上每个纹身都附有这一个特别的符号 这些符号是希腊字母 希腊字母用来干嘛咧 就是用来排列次序啦 这样啊 男主才会知道每个计划的先后次序啊 而纹身图最后的一个次序 就是这张纹身图 耶稣在一朵玫瑰里 下面写着617 警探人推断 617就是指6月17日 然而今天已经是6月15日 时日无多啊 话说 T8找了一名妓女 扮成妈妈妓女时的模样 两人玩起角色扮演 好过瘾啊 无难这妓女没眼力 角色扮演到一半 竟然叫T8付钱 一言不合 还骂妈妈妓女时是个婊子 T8听了好毒懒 她一把抓着妓女的喉咙 像野兽般的咆哮 然后画面一转 妓女就狗带在浴缸里了 哎 千万不要得罪T8啊 另一边啊 内众总监找了黑男 说只要他答应执政警探男 他将无需坐牢 直接成为自由人 黑男自由了 就能和妻女一起保护他们 黑男立马答应做执政证人啊 警探男手下出卖警探男 自然非常害怕 毕竟啊 警探男基本上就是一个超强实力的疯子啊 说曹操曹操就到 警探男神出鬼没 突然间在警探男手下的身后出现 本以为警探男手下必死无疑 警探男却没有动手 反而抓着警探男手下说 继续保持正义 千万不要让人恐吓你去做坏事 说完警探男便离开了 哎 这一句话 说的或许就是警探男心中懊悔的心声吧 就在这个时候 黑男在扣牙手被召见 黑男好害怕 黑男坚持不见客 却被警察拖拉出去 黑男心想这一伙呀 凶多吉少了 万万没想到啊 召见他的人竟然是内务总监和自己的妻女 黑男和妻女大团聚 太开心了 内众总监履行承诺 黑男执政警探男 而自己终于成为了自由人喽 与此同时啊 男主和男主哥终于坐船成功来到了巴拿马 是时候进行纹身图的最后一个计划咯 那耶稣在一朵玫瑰里的纹身图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警探男的手下又来乱猜了 说可能是圣经经文 圣诞玫瑰等乱七八糟的 警探男突然间灵光乍现 耶稣在一朵玫瑰里 翻译英文是Christ in a Rose 把字母连在一起 就是Christina Rose 是男主妈妈的名字啊 但男主的妈妈早就过世了啊 不管 警探男马上派人调查 所有关于男主妈妈的资料 搞不定他还没死哦 好了 男主兄弟来到一间店找老太太 老太太交一份地址给男主 说去这个地方就会找到Christina Rose哦 男主兄弟很快将重获自由 本该是件好事 但男主一直闷闷不乐 为了逃狱 女一生啊 生死未卜 而受千年的无辜之人 实在太多了 七八更是一道祸害 男主心慌意乱 跟男主哥起了争执 两人甚至还大打出手 但大家也知道啊 这两兄弟的感情比爱人还亲密 两人很快就停手了 好了 到底警探男等人一直追查的Christina Rose 是谁呢 难道男主的妈妈真的没死 男主和男主跟按照老太太给的地址 来到了海边 等待他们的是一艘漂亮的帆船 而船的名字正是Christina Rose啊 而纹身上的617 指的当然也不是什么热期 而是帆船的驾驶舱密码啦 有了帆船 只要一出海 男主兄弟就可以完全逃离警察的追捕 获得真正的自由哦 回到警探男这一边啊 警探男被手下和黑男指证 很快就会被逮捕 这时啊 华人亚洲男出现说 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去一趟巴拿马吧 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到底华人亚洲男有什么计划 来对付男主等人咧 前往巴拿马的不只是警探男 吃天男子汉收到消息 说Tipa去了巴拿马 就这样 吃天男子汉和玉井伯姐动身前往巴拿马去咯 另一方面啊 Tipa在巴拿马干谁咧 只见Tipa到处找妓女 最终找到了一名和妈妈妓女 是有几分相似的妓女 随后 Tipa拉拉着一名妓女 对一名神秘人点点头示意 这意味着什么呢 故事的最后啊 男主使用手机查看自己设立的网站 上面发现吃天男子汉的留言 说 Tipa现在位于巴拿马的一家酒店 男主得知Tipa这个祸害就在附近 便说要去抓他 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男主个坚决反对 毕竟什么计划都没有 太不符合男主的风格了 但男主心意已决 男主个一不注意 男主就自己溜走 准备去抓Tipa了 画面一转 给男主留言的竟然不是吃天男子汉 留言和男主约定 明天在一家酒店见面 两人很快又会见面了 到底这场仗谁胜谁负呢 所有人都聚集在巴拿马大团剧 相信必定会有一场大乱斗 还有两集就大结局咯 还没订阅的伙伴们 马上订阅 咱们一起追剧吧 Bye